回來第五節的升旗易得道 一節就比較是那個題目 沒有那麼突出一點的題目 我們又閒話那些中文 好像很壞,好像經常罵人 沒有的,但是有時候 會有些火滾 看到有些東西 這一節就 說笑一點 可能這陣子比較繁忙 所以 還有我們有個主持要離開香港 不多不少 都有些影響心情 覺得香港 情況越來越差 大部分的人 很多人來PM問我們 主要是找齊亞哥 想搞移民 或者問許樓山用光顧哪個疑問 我們就直接找他 其實齊亞哥留下過無數次的 那條link 如果你們真的是一個有心去看的人 你們不會看不到那條link的 所以你們不需要PM問我們怎樣找齊亞哥的 你是這樣 看東西都不看,你就去問路 你這樣問路是有問題的 我覺得這樣是 所以就不說了 麻煩大家 幫幫忙 幫我們按LIKE 以及按廣告 這一節 閒話反而是 回到我們頭幾節說了很多閒話 這一節就認真地說回 嚴肅一點話題 Tony是不是跟我們說國情 其實我們去年7月 20幾號 19大召開之前 說真的 上面的局勢 當然不是像外奸啟那麼平靜 我們當時就出了一個 大膽的假設 就是 習近平是有機會被逼供的 而且 有機會是仿效這個華國風的模式 當時我們做的 當然我們的 預測沒有 兌現到 因為 說真的 政變的東西 經常都會發生 問題很多東西是不會浮上面的 當一些政變 可能是流產政變 或者可能是 或者可能是 醞養中大成功不了 那麼 我們當時 坦白說也是有收到 某方面的消息就是有些人可能想搞東西 或者想做一些東西出來 那麼當然最後都落空了 他們做不成 那麼問題 做不成 不代表沒有發生過 當然啦 有些東西 可能要等到政權倒台才有機會解密 或者才會拿出來 正如 現在看到前蘇聯的東西 或者找回港英當局 或者找回港英當局 類似維基解密 才會拿回以前的歷史檔案出來看 通常都是這樣 要事後隔了很長的時間 才能看回港英當局 或者以後都看不回港英當局 六四也是啦 到最後 後來有很多檔案解禁 說回當時發生了什麼事 那一集出了街之後 有很多攻擊 你們又說習近平倒台 一年之後 那些人引用回港英當局 都引用回港英當局 或是說國風模式 我都看回港英當局 很好笑 是嗎 即是呢 反過來 然後傳到北京 是怎樣呢 北京開槍 他說有很密集的槍聲 聽到 老實說 現在是甚麼年代 現在是 互聯網年代 這些東西 蓋得住的嗎 1989年也蓋不住啦 槍聲 1989年也蓋不住的東西 在2018年可以蓋得住 30年之後 差不多 還有 北京機場 全面封鎖 所有航班取消 當然啦 那裡寫了那塊牌 大家看網上的圖 寫了甚麼軍事 類似軍事理由 封鎖了機場 軍事原因 那是甚麼原因呢 因為 大家 究竟那個真相是甚麼呢 其實我可以告訴大家 真相 北京機場的飛機全部停了 原因是北京 下大雨 下了一場暴雨 而且這場暴雨是很離譜的 大家有沒有看日本 日本的山洪步伐 好像洪水浸了整個關西 不是關西 將整個西部浸了 那個緯度跟北京很接近的 北京也是暴雨 暴雨連場 所以機場沒有辦法開放 整個機場都浸了 當然他們當然不會把機場水浸了 因為他們告訴你 北京政變 現在封鎖機場 不讓習近平飛走 還說到 好像是林彪 913事變 這個國家是他的 這個軍隊是他的 全部 提升上來的上將 全部都是習近平的人 怎樣政變 去年還有機會 現在 不是說沒有的 現在難很多 因為 我們上星期 我們節目講了 就是 上面那些元老 說真的 那些人 胡錦濤 溫家寶 曾慶紅 朱鎔基 甚至乎那些 老一輩 其實 開始 有些討論 是不是 這個國家主席 是不是真的可以無限期 這樣做下去呢 討論那個問題 這個問題的討論是很嚴重的事 因為習近平在搞中生制 他那個就不是中生制 他是一個變相中生制 因為他說 要把國家主席 是可以無限期嘛 那就是 中生制當然不用寫出來 因為反過來 你那樣東西 我那樣東西 便宜九折 便宜了九成 那是不是一折 我沒有說一折 我便宜了九成而已嘛 其實不是一樣的 講法不一樣而已嘛 你要搞中生制 人家的元老 不如我們討論一下 繼任人問題 一幫你想繼任人 就是叫你瘦皮 什麼時候就問你 意思就是問你什麼時候願意交出來 人家的意思就是 幫你封頂 可能幫你任期封頂 幫你找一個繼任人 當然 上個星期我們節目出了之後 就有很多類似的說法 跟著出來 因為我們星期三錄音 星期四出間 看運是最早的 即是我們講這個 上面開始討論繼任人問題 跟著就會有很多消息 習近平已經倒台 由胡春華繼任 都沒有幾天 說得很好笑的 我看到全部忍不住笑 那麼當然 現在當然是未擺上去 是那些 醞釀著 當然可能他們也是受到一些指示 要做這些輿論出來 說北京開槍呀 很密集的槍聲呀 即是星期六 尤其是星期六 很密集的槍聲呀 機場已經封鎖了 防止習近平逃跑呀 他不用逃跑呀 當年 是林彪走呀 不是毛澤東走呀 要走 都是那些心 林彪是走佬 走佬 沒錯 而且當時是通知不及 你想想 林彪 當時是 副司令 這個叫做 軍委副主席 但是他其實連 一個私的兵力都調不到 他的飛機是偷偷地才能跑掉 即是說 軍委副主席都沒有權 所有權壓在軍委主席那裏 而這次習近平 經過了軍改之後 所有東西都控制了 共產黨要政變 只有靠軍人 第二 只能夠 是一種 即是他們已經有逼供問題 逼供和政變呢 是兩回事 還差很遠 我相信是有的 因為 現在的逼供 其實正在進行 問題就是 因為習近平 基本上甚麼都包了 像白街那樣 魚蝦蟹 胡佬金錢雞 跟著賣了公仔 遲些賣了衣 好像百貨公司的 那你街市怎麼辦 其他的辦公司全部撿掉了 習近平一模一樣 經濟也要做 文化也要做 宣傳也要做 做了幾十個委員會出來 足球也要管 什麼都管了 現在 其實就是周邊 以前那幾個元老 希望他 退出部分的權力 現在上面那個 最新的風向 就是這樣 就要叫習近平放回部分的權力 就不是要他下台 老實說 習近平已經控制了軍隊 沒有辦法逼到他下台 暫時 除非你那些軍隊原來是假效忠的 到最後效忠另一個 現在以目前為止 很難看到一個人可以跟習近平 分庭抗禮的人 你見下面那些人 有機會的被他搞定了 胡春華被他搞定了 孫政才被他搞定了 孫政才被他搞定了 其實孫政才跟他相差很遠的 是唯一 胡春華有少許 因為胡春華是 胡錦濤 即是格代指定的接班人 後來被他做壞了 是不是 變了 現在那些元老只是想他 交出部分的權力 財經權力不如交出 還是你不認識 這個是最主要的 自從中美貿易戰之後 暴露了 他們的班子 在經濟方面 其實不只是中美貿易戰 15年熔斷機制 是可以赤裸裸地 告訴人家 習近平這班子 是沒有人懂得金融的 包括他的王滬寧 包括他的樓康 王滬寧 王滬寧是讀政治系的 還有這個王岐山 政治系是甚麼 政軍 黨軍 即是讀黨百股 黨百股 寫稿的嘛 文書 黨百股文書 然後你就把股市 當作政治鬥爭 寫理論基礎 就是共產黨理論 然後還有王岐山 也不認識 如果認識的話 不會被熔斷機制為理物 提提 這樣搞混亂的 現在全世界 叫做m11 but A股 總之A股有的東西 就不想買 美股創新高呀 納斯達克指數創新高呀 連續幾天 昨晚和前晚都創新高 你想想 為甚麼大陸股票跌倒楣 香港跟著跌 因為大陸 搞壞了 人家對你沒有信心 所以現在上面的元老 很希望他放回那個經濟權出來 因為他 完全不跌 當然由熔斷機制可以知道他沒有了 到了這次貿易戰 你完全不懂得反擊 不懂得出招 還有很多東西 太亢奮了 因為身邊盡視拆鞋子 我們說了 你身邊的人都會跟你說萬歲 一個萬歲不夠 那個萬萬歲 那個還要萬萬歲 然後就 萬歲 越加越多東西 變成了 沒有制衡 在共產黨也是一樣 逢是沒有制衡 就一定是出事 那麼現在 還有一些元老 還可以出聲 或者現在傳道會提早 開北戴河會議 7月啊 那麼早就開北戴河 都可以的 不是說不可以的 什麼時候開都可以的 喜歡去避暑 到晚都可以的 12月都可以去避暑 當有需要的時候就避暑 現在 看外面的傳言 傳到北京政變 接著會把習近平 趕下台 這件事 當然是 很多穿作附會 我們節目都跟大家說了 這個沒什麼可能的 因為你現在 看到所有這些報道 全部是中文的傳媒 真的說的 對呀 英文傳媒 一份都沒有 一份都沒有 日文都沒有 沒有啊 真的沒有看到 其實解讀共產黨 有另外一條線 大家可以留意 就是 朝日新聞 日本看中國的那個 那個 那個線 其實是很準的 尤其是朝日新聞 他跑的那條線 準得很厲害 所以朝日新聞 完全沒有提到那些 其實大家看到的內容農場 當然 外面的那些100城寨 那些 香港 全部都是內容農場 香港很多這些都是 Content Farm 852 最離譜的 852 油清源 不是想插入他 但是他條條標題 都是有個全字 在前面 全什麼什麼 他堪稱香港 你做新聞網 你網台也算數啊 有利啊 新聞網 條條標題 有個全字 在前面 全部都沒有事實基礎 美國施資47萬億 要做低中共 那些軍費 全部很好笑 現在最新 老實說 我們 其實上個禮拜已經收到的 我都敢說應該是第一手消息 就是 那個 他們要重新討論 那麼現在 現在其實就是要他放回這個金融權力 出來 變成你只是 捉黨 捉軍算 那個金融經濟 你不懂得被交出來 讓那些認識的人 可能 朱鎔基 或者派一兩個人 找人出來幫忙 溫家寶也派一些人出來 然後 曾慶紅也派一些人出來 每個代表都派一些人出來 起碼你不要搞壞 大陸的經濟 他們應該都擔心這件事 大陸經濟壞 他們自己知道自己的政權 是會不穩 因為共產黨 這幾十年來 尤其是這二十年來的經濟發展 是使得人民 放下政治 對 跟你說經濟 甚至乎大家高舉一件事 就是因為有你的專制統治 才使得現在有那個經濟那麼急速發展 連那些學者都說這些東西的嘛 大做文章就寫這些 如果你連經濟都會弄 那麼你的政權怎麼站在那邊 沒錯 他不用弄啊 他增長慢一點也會出事 現在就看到了 為甚麼那些沿路要發聲 就是看著你 你真的不會弄 你弄下去真的會出事 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 現在經濟開始遇到問題 而你是沒有應變方法 你就不會解決 所以 現在 基本上我們是 將那個 北京政變真相 剖析 剖析出來 其實逼供是真的有的 問題是 逼供和政變 逼供和政變 真的很遠 因為現在其實上面那種逼供法呢 只是叫你交一些 經濟權出來 政治都不夠跟你說的 你要殺貪官繼續殺 你要捉軍 你要從嚴治軍 你繼續捉 問題是 經濟你不曉 你就 退位揚然 現在其實是這樣 上面那個 那個 我們收到一個 很準確的 其實習近平找不找就很容易知道 到這個節目出街的時候 他就應該 是去了卡塔爾 接著呢 就會去非洲 幾個國家 那裏 索馬里 那些 就會做訪問 就會做十天的 如果他不出門 不出門 就有問題了 就是裡面面對很嚴重的問題 他留在國家 他不可以 他不能走 一個不可以走了 就真的是當年華國鋒 回不了 他不是回不了 一回來就變了 就變了什麼了 華國鋒那年 出了去訪問的時候 鄧小平就發動 這個 情願戰爭 然後 完全沒有話語權 因為鄧小平 所有軍隊都是鄧小平的人 是不是 那你沒辦法 鄧小平是靠打起家的 劉鄧大軍 變了 這次習近平也是 我們的節目出了街 大家看一下新聞 看看他有沒有出外就知道了 有沒有出外就知道了 就知道了 因為 如果他 正常出外 即是國內已經 擺平了所有事 起碼有信心知道沒有事 知道一定不會 趁機會給人家政變 因為 你如果去 那些尖沙咀 廣東道的 書攤 你會以為 中南海 每天有兩次政變 早餐一次 晚餐一次 如果你看那些書 其實已經政變了 三四百次 每個月起碼有三次政變 早餐晚餐 那些很誇張 每天都政變 那些書日期很新的 每天都政變 那些書是新的 那些不是舊書來的 那些好像月刊 周刊 那樣的 每個星期都有政變 所以他都說 起碼有幾百場政變 大大一點 那所以呢 政變又沒有了 經濟巨變又可能有 我們節目也說了很多次 我覺得接下來大陸的經濟會有一個巨變 因為 剛剛有一大堆 那些網太平台 P2P爆煲 這個我想 有一堆人來香港 要被倫敦金握了錢 其實那個 其實是有關聯的 未必是百分百 但是一定有關聯的 現在 這幾年來 其實這三年來 P2P大陸已經是 圈了超過10萬億 全國 周圍圈了幾百億 圈了很多萬億 你跟那些有毒資產的情況一樣 你債蓋債而已 不停靠圈新錢 來蓋舊債 而舊債是有利息要付的 還有那些很多是圈了錢走路的 那些圈了1000億 又拿回700億去付利息 另外300億是走路的 是捲款潛逃的 變成大陸的P2P的泡沫 是大到不得了的 但是這個 跟當年的 雷曼債 跟當年的 刺案 刺案 有得廢的 我們可能要留待下一次節目 再跟大家詳細說 因為 今天時間也差不多了 已經是五節了 接下來我們會 星期五再錄音 因為沒有時間 因為 我們延遲了一次之後 現在變成了星期四和星期日 變成了四日 現在這樣移動一下 星期日那個很快會移動到星期二 就會變成少了一集 但是 由於他不停的押後 本來星期五那集變成星期二 沒辦法啦 大家掌握一下啦 大家包容啦 這件事大家包容啦 因為你們是大過我的 你們聽眾啦 你們是支持者嘛 那麼 因為 星期五我是要請 幾位主持去 吃齋的 因為中了波膽 就不覺得要獲利回吐 請他們吃齋 變成 到時是不是晚點錄節目呢 星期五再見 星期六 拜拜 拜拜 拜拜